我是不同意形容這次的工作 是一個民主的倒退 這次是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來填補了我們選舉制度裏面的一些缺陷 或者是堵塞一些選舉制度的漏洞 這個制度的缺陷和漏洞 就令到它可以產生了一些不愛國 甚至是危害國家安全 擾亂香港秩序的人在政治體制裏面 利用了他們公職的身份和議政的平台 來傷害香港 譬如放下立法會的公務 走了去美國 要求美國的政府和議員 採取一些措施來制裁香港 傷害香港 這就是我們看到制度的缺陷 這不是跟民主有直接的關係 其實近年已經很明顯看到一些 別有用心的政客 他是利用現在選舉制度的漏洞 或者我們叫他一些缺陷 就是進入了這個政治制度裏面 他進入了政治制度裏面 不是來協助特區施政 或者來幫市民做實事 很多時候都在搞一些破壞 反對中央 拖政府的後腿 甚至近年我們看到鼓吹港獨自決 甚至就是跟外部的勢力勾結 來去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更不用說 就由2019年6月之後 我們看到接近一年的暴力 社會上的動亂 令到數以千計的青少年以身示範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些實情 說清楚給香港市民 從而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